我想我不應該為了這一兩個人 而傷害到其他更多更多付出的人 包括這些平台 他們其實非常支持這個戲 也讓它都播出了 我想我們會努力把它做好 那當然在不影響整個戲的順暢的底下 我們還是會做適度的修建 我們一起並讚喔 好 再次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7月8號正式首播囉 其實我覺得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啦 我覺得像地獄里長 其實這個戲本來就蠻豐富的 然後它有非常多人生遇到的困難跟挫折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尋求法律 或尋求老天爺給我們答案 那我覺得一個戲如果沒有經歷過挫折 太平順好像這個戲也就沒有挑戰性 那我覺得我們做了那麼久的戲 然後有這麼多很棒的演員 在陪同我一起努力 我覺得相對的我們就更有信心 要度過每一個難關 那只要戲好就不怕任何的難關 我們要堅持我們做最好的戲 給觀眾看到 因為我覺得在大家心裡頭 最無助的時候 更需要這樣的好戲來陪伴大家 我身為一個監製或導演 我想任何一個成員發生任何的事情 我都會關心一下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是我們不在那個現場 不在那個當下 而且很多時候是 呃 不是為外人他們能夠真正地面對我們 我覺得有時候留給空間讓他們去面對 不管是錯誤也好 或者是過去的歷史也好 我覺得需要時間來不管是受害者 或者是這些曾經犯錯的人都需要一些貧富 如果這個戲是一千多個人的付出 如果有一兩個人因為自己的錯誤而傷害到這個戲 我想我不應該為了這一兩個人而傷害到 其他更多更多付出的人 包括這些平台 他們其實非常支持這個戲 也讓它都播出了 我想我們會努力把它做好 那當然在不影響整個戲的順暢的底下 我們還是會做適度的修剪 跟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也表現出 這個戲也想傳達一個心中的一個正義的依歸嘛 所以我想還是有一些處理